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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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多霖 我是陈亚兰 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种 一谈恋爱就失心疯的人 我们常常在谈 为什么大家都要失心疯呢 能不能冷静冷静 她没有办法 她控制不住 有人就控制得住 那我们欢迎吴美玲老师 我就是那个冷静冷静 对 还有Amanda老师 大家好 以及苏涵老师 大家好 好 来 欢迎我们几位特别来宾 来 首先第一位我们欢迎 陆元琪 小琪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刘晓益 好久不见 实际 准备 有点 是这样 我不承认 你一直想到恋爱脑 通告 第一个想要就留小意 卧槽 当年多红多漂亮 多有未来多有前途 一谈恋爱 整组组组合 沒有 說話說話 嗨氣而已 怎麼了 一才好男人 渣男人說分不清楚 沒有 我是那種 對愛情會負責任的人 其實也沒有 我覺得當時我認識的 他剛好是CBC 就是從加拿大回來的 那因為剛回來 就是沒有找到工作 那我也是陪著他 這樣一起從擺地攤 因為他跟他弟弟 這樣一起擺地攤 妳當時已經在拍八點檔 對 那我就休息的時候 我就陪他擺地攤這樣子 生意不是很好 還不錯 有些阿嬤 就是看到我就會跟我們 搞關節這樣子 然後如果沒有賣 我就去拍戲這樣子 然後幾乎在金錢上 都是我處理比較多 因為我在拍戲 對 然後後來就是在一起 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有一年吧 這中間也都還好 然後就剛好 我就幫他找了一個 大賣場的工作 就是還不錯 福利也不錯 然後他就去上班了 然後那上班這期間 我就可能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跟他陪我去內地算拍戲這樣子 對 然後拍戲回來了以後 就是有一點小吵架 我那時候也胖了大概五公斤 好 然後就有點小吵架 吵架以後我就冷戰 我就回我家 然後他在他家 我想說好 冷戰 我不打給你 那他也沒打 就這樣一個禮拜 我心裡想這樣下去 也不是辦法 我就回去我們原本他住的地方 這樣子 還有鑰匙 然後一進去打開 我就發現自己還會洗衣服 然後衣服摺得很好 然後放在床上 然後我一看 不對 裡面有一個褲子不是我的 因為尺寸不一樣 所以我非常確定就不是我的 我就在想 我才一個禮拜沒有跟妳 而且我沒有想說 分手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提到分手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就默默地走了 把鑰匙放在桌上 我就把東西收一收 我就走了 妳也不是那種 一哭二鬧三上吊那種 就默默地走了 沒有 他已經被人家享用了 我還要留下來幹嘛 這件事情總是要講個清楚 他就已經內褲都洗好了 講也講不清楚了吧 問題是那妳也不用 開始自暴自棄 然後半年內就胖了三十公斤 對啊 還跟我們講得 好像很輕鬆 就走了 不是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就他不是去殺男人 他是砍自己 砍自己 我是二十幾 因為剛好二十幾歲 那時候我覺得還年輕 然後那時候胖了五公斤 剛好那個友台的電視台 都喜歡瘦的女生 然後我剛好那時候 去內地回來 已經胖了五公斤 然後又加上失戀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不要那麼難過 我就找朋友出來喝 那段時間妳應該也在 我知道 我在 然後就找朋友出來喝 幾乎喝兩天休一天 喝兩天休一天這樣喝 所以就一直慢慢慢慢地這樣胖 然後胖了 大概七八公斤的時候 他們就等於有點冷凍我了 然後沒有拍戲 我就 我姐姐剛好那時候開卡拉OK 就因為胖 然後其實 不過也很現實 也沒辦法 因為戲劇就是 那個時候流行瘦瘦的 那麼胖不行用 對啊 那個時候流行瘦瘦的 所以我就其實有點自爆 所以我想說算了 那我以後就是 在我姐姐店裡面 當合夥人 我就 妳姐姐開卡拉OK 對 卡拉OK 然後我就是 一樣每天這樣喝 在那邊唱傷心的歌 對 就這樣子 大概胖了快三十公斤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不要再進入演藝圈 就算退出了 對啊 就好死不死 馮馨華導演又找我拍戲 然後他就說 我說可是我現在很胖 他說 我們要胖的 不要漂亮的 所以 所以 對 太誇張了 你真的太誇張了 可是篤尼哥 你想我如果沒有胖 我搞不好沒辦法得獎 沒辦法接到這個角色 命運的安排 對 所以我從那一刻 在復出之後 我就演媽媽 一直演到現在 你看電視演藝圈多多 現實 瘦的就演女主角 胖一點童年齡演媽媽 對啊 我還有江洪恨還演過我兒子 洪恨 前後我兒子 對 就是這樣 可是還好有那個假 對不對 然後就讓妳再重出江湖 又重新出來了 對 還滿感恩的 Amanda老師 那什麼星座會像她一樣 失戀就自暴自棄 好 我們看看星盤當中的 太陽 月亮 跟金星的三個部分 哪些星座的朋友 一失戀就很容易會自暴自棄 好 我們看一下 像元祺 這個太陽在天蠍座 月亮在天蠍座 然後這個金星式也是天蠍座 我們天蠍特質非常強 好 小翼呢 太陽在巨蟹座 月亮是處女座 金星式也是巨蟹座 來看看喔 首先第三名 如果我們有落在 不是兩位 但是是雙魚座的朋友 你想像一下身邊 雙魚座特質強的朋友 我們一失戀呢 就會覺得人生失去了養分 其實身邊雙魚座的朋友 不管男女很有意思喔 他有沒有在戀愛中 你看他的臉就知道 好像是這樣 真的 你今天遇到他 他就是一種那種 容光煥發 好像那種 你知道就是看到誰都笑咪咪 對 看到陽光一樣 然後就是那種 好像身邊 不管他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都是充滿著這種 粉紅色泡泡的 他很可能就是在戀愛中 但是雙魚座的朋友 如果失戀的話呢 他就會覺得 我的人生變成那種 烏雲密布的天氣 天要塌了 而且就會覺得說 好像那種可以滋養我的東西 就沒有了 所以你會覺得那朵花 真的就是瞬間枯萎了 所以他確實會有一種 自暴自棄感 他覺得 人生就這樣了嘛 對不對 沒有戀愛就沒有追求了 這時候確實有時候 你在旁邊鼓勵他說 沒關係啊 我們還有家人 還有朋友 確實我覺得雙魚座 他會感受到 你的支持跟關懷 但是他依然會有一點點 枯萎的狀態 好 你說怎麼辦呢 這時候如果身為好朋友的話 可能你幫他物色個 適合他的對象 那他開始進入一個新的 這種曖昧期 可能他就會恢復活力了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跟小易一樣 巨蟹座的朋友了 對 為什麼呢 巨蟹座的朋友 我們講 他如果失戀 他會有一段時間 就是宅在家中 不想工作 剛剛喝酒喝到他 就只想喝酒 對 我們先講 巨蟹座的朋友 基本上其實他不見得是 非常容易跌入愛河的 就他的內心是追求戀愛 但是他某個程度 他其實是很保護自己 會去觀察對方 可是一旦他覺得 這個對方觀察 有時候我覺得OK的時候 他會把每一個戀愛的對象 都當作結婚的對象奔著去了 我不知道小易會不會這樣子 我不承認 我不承認 但是身邊的朋友 可能都點頭如搗蒜 就是說巨蟹座的人 一旦愛上的時候 他覺得 這個就像是我的家人 我的終生伴侶了 他會非常的配合對方 剛剛小易講的前面那個故事 你去陪他擺地攤 一個大明星 一個那時候多美的女明星 陪對方去擺地攤 但小易我想你當下 你是覺得很幸福的 你沒有覺得 你有任何的委屈 完全沒有 對 因為巨蟹座 他會覺得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雖然只是戀愛的對象 但他就會這樣覺得 好 那一旦巨蟹失戀的時候怎麼辦 他會退回到 他覺得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家裡面 他會覺得我在家裡面 我熟悉的這種家裡的氛圍 整個 我就不想去面對大家的關心 有時候巨蟹 當他真的失戀的時候 朋友一直關懷他說 哎呀 你要趕快振作 我很煩 對 他其實是很害怕受到關心 你越關心他 他其實覺得壓力非常大的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身邊有巨蟹座的朋友 他失戀的時候 可能你一點點讓 給他一點暗示說 我知道你有需要的時候 我都在 但你不用三不五時去 一直太密切地關心他 他會覺得反而壓力很大 那這時候確實巨蟹 他會有點點不想工作的 這種自暴自棄 那可是這時候 確實像我講的 身邊的朋友或是家人 適度地拉一把 偶爾可能 所謂的偶爾就大概 一兩個星期丟個訊息說 要不要出來走走 或者是說一段時間 最近有個我覺得還不錯的 劇本什麼的 這樣的一個關懷 慢慢就可以 或是說 我最近有這幾個男生不錯 你要不要出來 大家參考 出意力嗎 最近有真是幾個蠻優質的對象 一起出來吃個飯 就可以慢慢拉著巨蟹 走出他的家裡了 好 第一名呢 真的啦 有啦 真的有 不是假的 真的人才兩師喔 沒有人才兩師 怎麼可能 但是真的有才師 所以妳真的是跟一個小女 二十一歲的韓國帥哥 談戀愛 人絕對不算是師 人算賺到 人有賺到 人算賺到 至少那一段很開心 小燕妳說對不對 對 笑話快斷氣是怎樣 二十一耶 我們都在挑戰把大神 等妳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把大神APP 等妳喔 好 第一名呢 如果是落在 獅子座的朋友 好 獅子座的朋友 我們說呢 抑制消沉缺乏動力 好 我突然覺得兩位來賓 都覺得鬆一口氣 不關我的事 沒有我 好 其實小燕 妳的火星在獅子 我們先講 妳帶有這樣的特質 好 因為雖然不上榜 但火星也跟戀愛有關 是 好 元祺妳覺得 我都沒有對不對 完全沒有我的事啊 完全沒有 來聽我說 好 元祺 因為妳的上身是牡羊座 對 所以妳的行星 它行星非常集中 基本上妳都集中在 我們所謂的這種婚姻功 跟這種親密伴侶關係的領域 失敗 對 加上 因為妳上身牡羊 所以妳的戀愛的公位 再次有另外一個戀愛公位 就是獅子座 所以妳是非常 好 領性的 找到答案嗎 對 它其實是 如果真的要比較 兩位的戀愛腦的話 元祺更嚴重 所以等一下 恭喜妳 得獎人 我們現在還有驕傲嗎 對 它元祺會更嚴重 它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它是很低調 很內心 但是其實它是非常重視 可是一招被蛇咬 它應該是十年怕草繩的 沒想到它是 十年都說 對 因為我們來看 像這種獅子座 特質很強的人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獅子座不是很重視朋友嗎 朋友很多就很嗨 但其實獅子座的人 基本上他內心某個角落 他其實是怕孤單的 或者講說 他不喜歡一個人待著 就短暫 偶爾的時間可以 但是就一段長時間來講 他會希望 如果我能夠找到一個 合適我的戀人 一個親密的伴侶的話 對獅子來講 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獅子座的人 他只要戀愛的時候 你會發覺 他工作特別有幹勁 就當他一邊戀愛 一邊會覺得我文思全有 我好多事情想要做 我覺得 我要好好的衝我的事業 獅子可以一起 就是當他戀愛運很旺的時候 他的事業運也會跟著很旺 可是當獅子 真的是突然失戀的時候 他會覺得 跟他小玉講的 失戀了 你看我為了這個伴侶 我當初那麼努力瘦身 那他也跑了 我這麼努力幹嘛 我自暴自棄 我就隨便了 他會有一種那種 要嘛就全部 要嘛就豁出去 無所謂的 也因為這樣 他會覺得好像連帶的 對於工作 其實相對沒那麼有動力 我不知道兩位會不會講 所有都沒動力吧 都沒動力 對 說你 說你 講的是你 兩位都有上榜 你們兩個都是 對 身邊的朋友又點頭如搗算 就是你們 好 所以這時候獅子座怎麼辦呢 我覺得也是 幫他們留意一下 適合的 我們講適合的對象 或者是呢 有時候有一些旅遊的機會 就是拉著他們一起出來 一起去走走 好 其實呢 對獅子座來說 就可以慢慢地 恢復活力 不再消沉了 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非常厲害 我真的對 陸元其實真的有點意外 前一陣那個新聞 對不對 反正我們知道 你都在做電商 辛苦帶孩子什麼的 結果新聞跑出來說 你怎麼會有這個新聞 跟一個比他小 二十一歲的 韓國帥哥談姐弟戀 帥不帥 還人才兩師 我想說假的吧 怎麼可能 就是真的喔 真的啦 有啦 真的有喔 不是假的 真的人才兩師喔 沒有人才兩師 怎麼可能 但是真的有 所以妳真的是跟一個 小女二十一歲的 韓國帥哥 談戀愛 他長什麼樣子 我不記得了 但是他 他小我二十一歲是真的 人絕對不算是師 人算賺到 人有賺到 至少那一段很開心 小玉妳說對不對 對 他笑話快斷氣是怎樣 他二十一耶 你是不是很想 不是十二耶 對 我最多也是 沒有到十幾而已 沒有到二十一 我跟你講 妳要發怨 我還要發怨 這是妳 我還要發怨 妳就要顯化他 他就會發生這樣 我們兩個的時間很短 我們兩個的時間很短 幾個月而已 真的很短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工作 所以工作 走著走著 因為他對我 就是像老師剛剛講的 獅子座的這個部分 你就是太孤單了 人家開始就好像 幫妳做了一些事情 地久生情這樣 對 妳也開始孤單了對不對 因為孩子大了 準備他們都要獨立了 妳已經要空窗期了 我四年沒有談戀愛 我很埋頭苦幹 很專注地在工作跟照顧孩子 照顧家裡 對 所以不是工作以外的人 是靠近不了我的 那時候我們工作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就是 妳們是什麼工作在一起 跟這個小二十一歲 我今年本來要做韓國旅遊 可是我原本就有做代購 做團購 跟做韓國連線 所以我去了韓國的時候 認識他 朋友介紹我認識他的 對 然後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的好朋友跟我講說 安慰他一下 因為你是學姐 我說什麼學姐 他說 他說他剛離婚 這麼年輕 因為我們那時候收工了 我們已經下班了 所以我就拿起酒跟他說 我告訴你 離婚是好事 恭喜你人生重來 我還鼓勵他 說不要沮喪什麼的 所以後來慢慢我們變朋友 變工作的夥伴 這樣子 後來就走在一起 那可是我們走在一起 很快沒有多久呢 我就覺得 因為女人的第六感 很清楚的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天憲寶寶你知道嗎 我們開始每一次 就是每一天都會視訊 他也都是一個人 可是漸漸的 你可能二十四小時 視訊二十個小時好了 或者是十八個小時 為什麼視訊二十小時 我不知道 他就會一直打來給我 可是我都在電腦上面工作 或者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就會把手機放在旁邊這樣子 那可能我也是太久都一個人了 我一個人工作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說話 我一定要放一些音樂或什麼 我也都習慣 可是他在旁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是有個人陪著的 但好像有一天我就忽然覺得 怎麼好像次數越來越少 我就開始打聽 然後了解他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我這才知道你知道嗎 遠距的戀愛 真的我不鼓勵大家談 當然也有很成功的 可是遠距真的是 因為你不懂當地的法律 你不懂當地的民情或種種的 你也看不到他 那我打聽到的是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韓國離婚是 你離婚是申請離婚 先去蓋第一次章那樣子 然後他們要冷靜期三個月 三個月兩個人都冷靜起來 已經不是在互相討厭 互相爭執的狀況下 兩個人還是願意去 確認蓋這個章 才是確認離婚 那結果他沒有去完成這個動作 那原因我不知道 可是我自己心裡就開始 非常巨大的不安 所以媒體才會寫說 你們除了有金錢借貸之外 你還變成小三 對 可是說實在話 我知道第二... 我不知道有第二次的章 可是我知道有這個規定了以後 我當然就漸行漸遠 同樣是離婚喔 對 小異胖三十公斤 小齊瘦十二公斤 對 狂瘦耶 我本來就像老師講的 就很專注努力的在工作 然後去哪裡 我都覺得 我還跟我朋友講說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都在發亮 亮得像一隻螢火蟲 然後我兒子跟我說 螢火蟲很快就死掉 你可以像星星嗎 但是好聰明喔 對 你可以像星星嗎 你可以不要像螢火蟲 好... 對 可是呢 知道那個事實了以後 我真的整個人 沒有辦法專注工作 我沒有辦法喜歡自己 我沒有辦法吃飯 就是所有的生活步調 什麼都爛掉了 才那麼短短的時間 回到了少女的 初戀失戀的感覺 對... 所以我現在在反省 我自己是不是開始 就要都一頭再... 不是... 應該是多給自己一些機會 你沒有想過 只有食物不會背叛你這件事嗎 還有酒不會背叛你 對 那就酒好了 所以說你們有... 那你們有什麼金錢借貸關係嗎 這個你有賠了錢嗎 就是... 我就一直仔細的在感受 我孩子為我做的每一個小細節 因為他們其實一個現在 十八 一個二十一 都有自己的人生喔 上課的上課 工作的工作 然後媽媽還在這邊勤勒 媽媽還在中膏 還在那邊哭 情緒勒索 中邪這樣子 用失戀當主題 一直情緒勒索 對...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個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那你們有什麼金錢借貸關係嗎 這個你有賠了錢嗎 就是貨款嘛 怎麼可能會有借貸 我沒有 我到現在身上背負的債務 還很大 只是我的賺錢能力是OK的 我的賺錢能力是 我真的是覺得我很棒的 說對啊 可是我後患 妳本來都可以做到 八位數的業績 對 一年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不滿十二個月 我就可以破千萬 每一年 破千萬 然後可是... 可是今年到現在 因為這個戀情的關係 就很落差 妳只做到了四百多萬 對 到前兩個月 我做到四百萬的時候 我的代書 我的會計都... 平常都沒有在關心我的 都打電話給我說 姐 妳那個數字 妳要不要注意一下 我是說體重嗎 我現在只關心我的體重回不來 我沒辦法吃飯 他說不是 他們就報業績給我 我說什麼 因為我連做帳的 專注力都沒有了 所以我當然不知道 我的收入支出差那麼多了 真的嚇到我自己 所以我一直在慢慢收拾 我自己的心情的時候 我十月底生日 我十月底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你真的再不站起來的話 你真的可以去跳海了 你真的可以去跳山 還是跳什麼的了 因為不像我 也不是我 那個不是我 因為我小時候談戀愛 不是這樣的 我如果發現 發現對方是這樣 我真的是把他踹死 你給我滾 而不是自己 把自己關起來 在那裡 搞不清楚 好像一直覺得是自己的錯 一直覺得 什麼問題招惹來這麼多 不好的緣分 對 我一直在想這個事 可是他真的沒有欠我錢 因為最後我們說 我說你不要再來 跟我聯絡的時候 剩餘的貨款 匯給我 他第二天就匯給我了 所以沒有 沒有金錢的問題 對 那情感的問題 你自己這麼的失落 你有沒有想過說 所以你是有點自責說 我這個年紀了 我怎麼還會這樣 我沒有這個年紀 我年紀很年輕的 好 就是說我都這個經歷了 我怎麼還會這樣 會對這個有點存疑嗎 對 會 我有反省 就是我覺得我太 專注在工作上 我太專注在孩子身上 所以就太久沒有戀愛了 然後忽然來一個戀愛 就暈了 被暈了 被打動了 就忽然覺得說 原來這是我需要的 快 我全部都給他這樣子 就是我可以 他如果事業需要我支持他 我也要盡全力 把台灣這邊能有的 我有辦法幫他的 或者是我可以幹嘛的 我都可以 我都願意做這樣子 小憶 你覺得是他笨 還是你比較笨 這可以比較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他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真的 男的不好 他太年輕了 對 不懂得珍惜 像我們有一點點年輕的 都懂得珍惜 很珍惜 可是真的就是太年輕 他太年輕了 還好你身邊 有兒子女兒 對你陰陰開導照顧 兩個寶 兩個寶 真的 昨天還給他們吃飯 現在誰是女兒啊 有 戴帽子的啦 這句話好開心喔 你看 小琪 你會不會覺得很丟臉 你在兒子女兒面前失態 讓他談戀愛失戀 沒有... 篤玲 我跟你講 我們家是公平的 我兒子失戀的時候 比較正常 因為是他甩了人家 然後呢 但他也只有那一次 可是我女兒呢 他的前幾個戀愛 我可都陪他哭啊 他哭我也在哭 我心裡想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哭嗎 因為你是我心上的肉啊 然後他就莫名其妙想說 奇怪了 這個媽媽真的很奇怪 後來哭都不哭給我看 都在外面哭完才進門 因為破了媽媽更愛眼 對 哭得比較慘 對 小女兒圓融 他很會治妳的戀愛腦 什麼意思 夏天 就是夏天的時候 我還沒有把自己收拾得很乾淨 就是一堆雜念這樣子 覺得放不掉 又不能提起來 因為我知道是不可以提起來的 然後他就看我都不吃飯 他就去有一天 玩到早上才回家 拎了一包麥當勞 就走到我旁邊 我還在哭 我就躺在床上哭 然後他就放在我床頭說 吃飯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要哭 要笑 你都要有能量 你先吃 然後我一邊吃薯條 我就一邊還是哭 他就把我薯條放在 你還是別吃好了 我怕你噎死 然後我說那你給我抱 我就抱著他哭 然後我抱著他的腰的同時 我手就抓著他的腳掌 一直哭... 為什麼要抓腳掌 我就整個人 捲在他身體裡面 就是我不知道 我就放不開 我整個人是縮起來的 然後我不知道他拿影片拍我 他拿我的手機拍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 然後我是放聲大哭的 然後他說 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他有陪你嗎 你們在一起 這麼短的時間 他陪你幾天 你去算幾個月嘛 然後幾天嘛 然後他有給你錢嗎 不要說養你 你需要的時候 他有幫你嗎 然後你再去想想 正常的關係 應該是怎麼樣 他都有給你嗎 他一個都沒有給你 你在幹嘛 然後就錄完了嗎 我第二天醒來 因為那天其實我喝醉了 然後就是下午 我醒來的時候 我開了手機 看那個影片 又哭 又哭 我覺得我自己好狼狽 然後我女兒就像個媽一樣 在旁邊就是 很理性 他有給你錢嗎 沒有 他有陪你嗎 一點... 然後我就真的 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讓我一點一點的站起來 對 或者是你要喝醉酒跌倒了 我兒子就站在我旁邊說 自己跌倒 自己站起來 好 站起來 可是好痛 自己去擦藥 我是跟他們兩個撒嬌 我跟他們兩個這樣子 他們陪伴我 然後一點一點的就 所以說什麼 你就慢慢的無痛分手 無痛分手也是我女兒發明的 每天要無痛分明 對啊 我只有聽過 無痛分明 他說如果你沒有辦法 馬上放下他 你不要強迫你自己 如果你現在已經跟他分手了 但是你還想寫幾個字給他 你就寫 你順著你的心去 你要罵他 你就罵他 然後你會慢慢的 我只要你專注力 放在他的缺點上 比如說你得到 你希望聽到的是 他跟你說好好過日子 結果他卻跟你講 你好煩 那是不是這個人很討厭 很可惡 他連關心你都不關心 還用這種話去摧殘你 那你就去放大這些... 那我就聽女兒的 我就慢慢做... 最後所以為什麼可以 自己真的很健康的好起來 因為我覺得分手 有一種分手是 你把痛藏在心裡面 自殘自己喝成那樣 我沒有 我是本來就還滿喜歡喝的 我也是啦... 可是就還有一種就是 你真的去面對 你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我就是這樣 我這一次花很多時間 去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也是我女兒教我說 你雖然是無痛分手 但是你要看清楚 這樣你下一段戀情的時候 你才懂怎麼看人 你兒子原意更狠 原意真的 第一個你會佛系 去處理你的感情 你會覺得比較隨緣 好像有人介紹也不錯 然後網路上 有認識到人也不錯 你這些事情 都會變得很隨緣 但是就是因為太隨緣 人家都覺得你不積極不主動 然後就會覺得 那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你是不是還有很多的魚 在醫師裡面 所以反而是對方覺得摸不透明 今晚 今晚 你有空 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 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湖 等你喔 你兒子原意更狠 原意真的 他神話大師 神話 他是神話大師 他怎麼 他一開始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那個戀情是很短的 一開始他發現原來韓國有 三個月的冷靜期 有一天他收工回家 就看我蹲在我們家玄關哭 又是哭得跟牛一樣 然後他說你幹嘛 然後我就說 這樣給他聽 他說全面封鎖 然後我說還有呢 他說分手 然後他走到房子裡面 我就跟在他後面 進我們家客廳裡面什麼 我說可是我覺得 是不是他有什麼困難 然後什麼... 然後因為我也沒聽他解釋 還是什麼... 他就說你不要再說了 你再問我一百遍 我都是這幾個字給你 全面封鎖分手 對 然後他就安排了 六月帶了我去日本玩 可是其實你看那個... 我那個時候照片那樣子 好像很開心什麼的 我其實都魂不附體的 我的魂不知道 有哪一條是飛走的 去到了日本 他安排吃的飯店 機票什麼全部都是他弄 然後帶我去吃什麼 然後規定我 你現在吃飯可以喝一杯啤酒 或者是什麼 就是都OK 然後還帶我去迪士尼 我就說 原意... 我們這次可以去環球影城嗎 他說 你待啦 我們沒有在大阪 然後我說那我們要去哪 他說明天帶你去迪士尼 我說好開心 兒子要帶我去迪士尼 然後回到房間 我就繼續又很悲傷這樣子 可是第二天他帶我去迪士尼 我就忘了很多的事情 我蹦蹦跳跳...在他後面 一直玩...然後很開心 講話也很大聲 他受不了我撞到他的時候 他就回頭 他說 你知道剛剛那些台灣人在看你 你失態了 好 我單裝一點 就這樣 他就帶我這樣子出去玩 那其實那一次 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一直仔細的在感受 我孩子為我做的 每一個小細節 因為他們其實一個現在 十八 一個二十一 都有自己的人生了 上課的上課 工作的工作 然後媽媽還在這邊勤勒 媽媽還在中膠 還在在那邊哭 情緒勒索 中邪這樣子 又失戀當主題 一直情緒勒索 對... 還好我沒有生 太可惜了 但是他還好有這對兒子 我真的還好有他們 對... 所以放下了 放下這樣 很OK 我們來考考看 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 好 來 請教一下蘇恆老師 哪些慈惠命格的人 在明年要特別注意戀愛危機 看你有沒有上榜 所以在2024 希望這兩位都不要對到 因為這叫戀愛危機 好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流年夫妻宮的位子 在贏這個位子 因為我們的這個 2024的流年命宮 是走到這個城 每一個人都是這一宮 對 都是這一宮 2024是每一個人都是這一宮 這是流年命宮 可是流年的夫妻宮 會走到贏這個位子 對 會走到贏這個位子 所以小憶這邊的話 做的就是天機太陰 好 那麼元祺做的就是 又必文昌這幾個星 是 好 那麼觀眾朋友 如果拿出來的時候 也要看一下自己的營宮 這個位子 這才是你的流年夫妻宮 那你的2024會不會出問題呢 我們就是看這裡 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對到 但是如果對到的話 舒恩老師有特別告訴你 怎麼做比較好 好不好 希望你們都不要讓自己 有感情上的危機 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不要戀愛腦喔 好 那麼第一個 我們要來看的是 第三名的就是做到 地空地結 地結 夫妻公啊 我有耶 地結耶 就是好 危機喔 這是有危機的 妳講話小心耶 她現在有一個男朋友在現場 靠我這樣 她現在有一個男朋友在現場 而且年紀看起來也很年輕 我又不好意思問 跑掉了 走掉了 沒有 跑掉了 不要聽 好 不要聽 來 那麼這個我們要來說一下 第一個呢 因為這個 夫妻公坐到這裡的時候 你的心裡會有一個 管不住的靈魂 是你喔 有啊 我內心一直都有 十八歲了 對 她的心裡有一個 管不住的靈魂 她會覺得有的時候 在面對感情的那個考驗 或者叫抉擇的當下 那個管不住的靈魂會告訴她 你真的想要這樣嗎 是不是下一個還可以更好 喔 對 學聰明了 對 然後呢 你甚至會擔心配偶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其實呢 它也給你相對的不安全感 有的時候它會讓你覺得 我好像沒有那麼有安心的感覺 或者是甚至再狠一點 如果地空地結都走進去的話 你會覺得配偶像一陣風 對別人比對你還要更好 或者是呢 它會更在乎別人的心情 好 然後走到這個呢 當下你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們是不是分開 互相冷靜一下會比較好呢 可是走到地空地結的時候 你又很容易藕斷絲連 憂鬱不決 所以呢 憂鬱不決不是不好 當然給對方一些冷靜期 給自己一些冷靜期 相對是好的 不要馬上就決定說 賀 我就是不要你了 賀 我們兩個就是斬釘截鐵要分手 你在恨完之後自己就會後悔喔 所以呢 不是說我們不是說小意 而是說觀眾朋友如果剛好 地空地結都進去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 千萬要把分手這件事情 用很理智的方式去解決 例如說你把這個人的優點列出來 缺點列出來 如果優點好長一排 缺點只有兩三個 那你就覺得這段感情我還可以經營 可是如果缺點列出來 這麼長一排 那就不好了啦 對 我們也不要浪費別人的時間 尊重自己的青春對不對 畢竟我們的青春以秒計費 真的 對 真的以秒計費 我們的青春以秒計費 太珍貴了 好不好 好 來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如果你的流年夫氣功 因為做的是空功 所謂空功就真的空空的 什麼主心都沒有 做的是空功的話 你代表的是變動比較多 其實緣起有一點點空功 因為並沒有主心在裡面 但是幸好是裡面還有一些 還有文昌跟幼壁 還好 還有一點點 僅存的理智在這裡 對 所以要僅存 還有一點理智 要珍惜好不好 希望你的兒女 可以給你更多的理智 會 對 這很重要 好 那麼做到空功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佛系 去處理你的感情 你會覺得比較隨緣 好像有人介紹也不錯 然後網路上有認識到人也不錯 你這些事情都會變得很隨緣 但是就是因為太隨緣 人家都覺得你不積極不主動 然後就會覺得 那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你是不是還有很多的魚 在魚池裡面 所以反而是對方覺得摸不透你 對方就覺得 好像我不太能夠跟你對得上瓶 因為你太佛系了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對方他會覺得你一直給他 一種飄忽不定的感受 好像你在做什麼他不知道 你在想什麼他也沒有辦法get到 這是比較辛苦的一件事情 反而夫妻公空公辛苦的是對方 對 辛苦的是對方 回去很多事情要想 好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是 空公的時候你自己比較容易 不按牌理出牌 就是人家問你說 那聖誕節要不要一起過 跨年要不要一起過 你可能就會在想說 聖誕節跨年可是那是我的業績重點期耶 對 那你就剛才有說 可是我想賺錢 但是別人問你的事 要不要一起過 要不要有一個浪漫的假 但你的重點就是在賺錢 所以不按牌理出牌 也會是你在這個 2024我們在談感情的時候 對方會覺得有點猶豫的部分 對 他就覺得好像你是不是真的 很想跟我談戀愛呢 對 所以如果你剛好是做到空公的話 那麼你就要堅定自己的信心 如果我真的很想談戀愛 我就往這個方向去走 我去建構一個屬於我的戀愛 專車 戀愛道路 我就不要一直猶豫不決說 我到底要賺錢好 還是要談戀愛好 不行喔 這個時候你要確定 我想要什麼 我就堅定的去做 再來流年夫妻宮呢 第一名最危險的 就之前我就是其實有教過 就是長得帥的 但是那個生活習慣 我真的是 邊看電視然後就是 習慣就是弄腳皮 就是剝腳皮 那其實一次兩次 它不是一次兩次 然後第三次我又看到它在剝 我就說 好了吧 然後就這樣 再來流年夫妻宮呢 第一名最危險的 來 就是做到太陽聚門 那為什麼我會說 太陽聚門最危險 兩位沒有先不用擔心 好 因為在我們2024年 剛好太陽化劑了 所以如果太陽化劑剛好呢 在你的流年夫妻宮 出現的時候呢 太陽化劑 它比較可怕的 就叫做拖累 什麼叫拖累 就是另外一半 可能會拖累你 但這個拖累呢 有的時候是工作 有的時候是感情 有的時候是金錢 沒錯 所以它會讓你覺得很變動 就是可能對方呢 他會跟你開口借錢 可能對方他會跟你說 我的事業需要幫忙 你能不能把你原來的工作 辭掉來幫忙我 因為我找不到人手 或者是我家裡面 爸爸媽媽跌倒了 你可不可以來幫忙照顧他 是不可以請庸人喔 這一些都是你在生活當中 很可怕的考驗 這是魔考喔 就是我如果答應你了 我原來的生活也會被改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為愛做這件事 你看 所以其實 只有跟她給多少 原期還說我不要 但她說看她給多少 對 但是正常來說 你們兩個 我們都不要好不好 在練習嘛 還有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是 太陽化劑所在流年夫妻宮 我們最怕的叫做 使熱中冷 就是如果你遇到一個新的對象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已經有的對象 如果你遇到新的對象 你會發現他一開始 對你好積極喔 好愛喔 然後二十四小時 都覺得我一定要看到你 就像剛剛你提到的 他就一直打私訊來 一直問你在哪裡 老婆你有沒有想我 老公ING這種的 好 但是呢 討厭 但是他一開始很熱 會讓你很開心 可是慢慢的 你就覺得 他越來越冷 你們之間的距離 越來越遠 他好像就慢慢遠離 你的生活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你是很難過的 所以在這裡 老師給你的一個 最重要叫聽取建議 改變做法 什麼叫聽取建議 如果這時候 你身邊有任何的朋友 甚至是長輩跟你說 放下他 離開他 請你務必要聽 因為他們才是冷靜的第三者 這個時候的你 就是戀愛腦 住在這裡 沒有藥救 所以旁邊的人 給你的建議 請你務必要聽取 尤其是年紀大的 真的是不吃老 不吃 不聽老闆言 吃虧在眼前 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身邊的朋友 甚至像小孩 只要是清醒的第三者 給你的建議 拜託你一定要聽 尤其在2024 你的夫妻工作 太陽聚門的朋友 一定要敞開心胸 聽別人的建議 2024的戀愛腦 只會害了自己 知道嗎 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一定要放在心裡 可是 戀愛腦都是耳背 對啊 戀愛腦都耳背 都聽不到 那就沒辦法 隨緣囉 但是妳又很奇怪 我怎樣 小孩說妳不否認 自己是戀愛腦 但妳交友的條件 也很特別 優秀的 有錢的 長得帥的 妳都不要 我不喜歡長得帥的 妳不喜歡長得帥 我其實不喜歡 長得帥的道理就像 譬如說這家店很好吃 但是你看他大排長龍 我就不會去吃 我會去吃那種 老杯杯的那種麵店有沒有 很有特色 很有味道的 所以就像我選男朋友一樣 我會選不帥的 但是很有才華 我比較看這個 或是愛乾淨一點 不帥有才華 你看嘛 我以前跟George在一起 同班同學就林志穎帥不帥 他們同班同學有張兆志 林志穎 所以他是跟張兆志在 對 特別的 現在這個比喻 他不算帥的 他是有才華的 他是有才華的 對 所以我欣賞了 看的是內在那一塊 所以妳還喜歡過 陳志強 不是 因為我那一段時間 就是空窗期 然後就是很多媒體問說 那你到底喜歡怎樣的 我就說我真的不喜歡帥的 但是我很喜歡陳志強 因為他不帥 可是他體格很好 陳志強不帥嗎 他不是帥的 他不帥 他不算帥 他很有型 就是我會喜歡那種有型 但是不帥的 就之前我就是其實有教過 就是長得帥的 但是那個生活習慣 我真的是 運動型的嗎 對 他就是很運動型的 然後就是很愛運動 他就是很愛運動 然後就是也喜歡打扮的 帥帥的 噴的香香的那種 帥哥 很好 但是跟他出去會很有壓力 第一點 為什麼 就雖然我長得也不是很 香水味 你是酒味 不是這樣 他也喝酒啦 他也喝酒 他也喝酒 只是說跟他出去會有壓力 就是萬一跟年輕妹妹 有遇到或什麼 會覺得那我是不是會 輸人家 會拋棄 對 就是會自己比較 你知道我覺得這樣很累 這個比你小幾歲 這個天蠍運動型的 沒有 天蠍的比我大 比你大 比我大 但是年紀大的男生沒有差 年紀小的也吃 他也不是只是年紀大的 那你們後來怎麼分手的 為什麼要分手 沒有後來分手是因為他的 我不喜歡人家男生 留長指甲 或者是就是有 生活習慣不太好的 我也不太喜歡 那我為什麼跟他分手 是因為有一次他看電視 都喜歡看什麼籃球 什麼球類項目 邊看電視 然後就習慣就去弄腳皮 就是剝腳皮 那其實一次兩次 他不是一次兩次 他每次剝腳皮 我就垃圾桶 我就會拿過去 我就說那你可以乾淨一點 你不要這樣弄 這樣地上 他說我會剪 我說我知道你會剪 但你這樣比較好 講了一次兩次 然後第三次 我又看到他在剝 我就說好了吧 然後就這樣 他就在我面前吃腳皮 什麼 好幽默 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其實要 他其實要吞下去了 所以也說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真的沒有推我甩頭 我就進去房間好不好 我們不想看到那一幕 好幽默 我有朋友喜歡這一款的 真的假的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耶 怎麼看起來 我也不行 我真的沒有辦法 對 就捷徑度 可能篤林哥喜歡 我們來看看 真的 請教一下洪美玲老師 那些性能筆劃的人 能靠某方面的特色 吸引異性 我們今天把這種 吸引力分成三種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 第一種這種就是說 以才華吸引人的 這不管哪一個格局 對到都算 男女都同論 這個有 十三 二二 二三 三一的 這個都是比較屬於 有才華型 小玉你有三一 這個有這個筆劃的人 是屬於才華型的 你知道很多人是屬於那種 人生百科全書 比如說我們在講說 我們現在想要 手機到底是怎麼樣去繪圖 他也知道 什麼 你問他說 那你要怎麼美容 他也知道 你要吃什麼他也知道 去哪裡他都知道 就是他的 他那個姿勢是比較豐富 你好厲害喔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有的人就是 像有這些筆劃的人 他都會有自己的專業專長 而且在他身上 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資訊 所以這種吸引力 是很有魅力 那有這些人 他有一些是有自己 獨特的才華 有的人可能是 他很會做菜 他做菜的時候是很帥的 或者是有的人 在做任何的東西 都是很有他的魅力 而且這些人口才 大部分都還不錯 所以他的表演能力 是很強的 這種吸引力是很有 這種屬於才華吸引力 像小玉 你因為你本身有三十一畫 所以你就會被那種 有才華的人吸引 同性相吸 對 因為你腦袋裡 有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你也會欣賞說有才華的人 是 那再來我們看第二種 第二種這種是屬於靠個性的 這個有24 26 33 36 這種的做事情乾脆不囉嗦 我們常常兩個人請人出去 他問說我們等一下去吃什麼 這個都不用問 直接告訴你 安排好好的 等一下我們就吃義大利餐 明天我們吃麻辣 看什麼電影 我們直接看什麼電影就好 這種也很棒耶 車子買什麼我們就直接買 買這個藍色的車就好了 買房子買哪個地段 他直接幫你搜尋好 就買哪個地段 感覺他功課都做好了 對 這種也是很有他的魅力 因為有一些懶得 懶得去搜尋很多東西 或懶得做人生的決定的時候 碰到這種有組件的人 是最有吸引力 所以人要碰對人 他的吸引力就會吸引你 真的 但是你如果碰不對人 如果這種型的 又碰到很有組件的 那就是兩個找吵架了 真的 像很多人是不想 譬如說出去玩 他不想有攻略的 這種人他出國旅遊 一定把攻略都做好 安排好好的 對啊 或是我的兒子 真的 就什麼都安排好 其實這種人也很有吸引力 只是說你如果很有組件 碰到這種人就會受不了 對 那另外還有一種 也很有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又是另外一種的 這個是屬於有 十八 十九 二 九 三 八 這種是比較貼心 暖男型的 什麼都幫你想好好的 譬如說 你想要幹嘛的時候 他都會同理心 他會站在你的立場想 你想要聽這種音樂 我就先上網去看 哪一種音樂是好聽的 嗯嗎 我選擇 嗯嗎 對啊 你們兩個有屬於這種型的 是 就是說會先幫你想好好 好 那他會比較貼心 可能你吃東西 他會先想好 你可能喜歡兩種 那我幫你搜尋好兩種 那你要哪一種 今天天氣暖了 你可以吃薑母鴨 也可以吃什麼 兩種讓他去做選擇 都會比較貼心幫他弄好 看電影也是會有 讓他有兩種選擇 比較不會獨裁的那種 會同理心 這種也是這種貼心 也是很那種 很吸引人的 但這種型要小心 嗯 是 這種型因為你太好 太為對方著想了 所以如果你碰到好的 那你們會很好的結局 但是如果碰到那種 太依賴型的 也會造成自己的負擔 了解 OK 好 來我們休息一下 今天的廣告 馬上回來 我一直想要的是一段 可以讓我很放鬆 很開心的感情 在這段感情裡面 我希望自己是個孩子 所以你就是這麼的 讓自己變成一個孩子的時候 你同時也會認識 另外一個是孩子的人 啊 對 那他既然能夠讓你開心 他也會讓你難過 歡迎回來 你好好玩 問 陸元祺 有 你當時被小三介入而離婚這件事情 那就上上段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然後 我在回憶我的人生 對 當時因為 當時因為 保玲老師的一通電話 讓你覺得釋懷了 保玲在我們很小的時候 我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 我們都有聯絡 她現在住日本嘛 可是我們都有臉書 那她一直都有關心我 可是我都不太想去聊 我自己心裡面的事情 從我上上一段 我都不太喜歡去跟人家 深入的聊 我都自己想 然後她就問我說 妳最近為什麼 負能量這麼大 因為她有我的私人臉書 她就說 我怎麼覺得妳最近 負能量很大 那我那時候是真的 需要一個窗口 我就 就講給她聽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說 小琪啊 我們來想一件事情 妳是不是在妳人生的經歷裡面 妳特別討厭哪幾種人 哪樣的人 然後我就說 破壞人家家庭的 小三 劈腿的 這種人我看不在眼裡 我很討厭他們 我真的覺得 他們不配做人這樣 她說你看 妳就是這麼討厭 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妳回頭看 妳現在遇到的 這個故事的版本 像不像在別人身上 然後現在套到妳身上了 類似 然後我就騎雞皮疙瘩 我說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跟她在一起囉 她說對 可是這個故事已經 是不只一次的來試探妳 她說宇宙並沒有讓妳 真的變成那樣子的角色 可是她一直在試探妳 妳可不可以用同理心去想 每一個人她可能不是 故意 願意 就讓自己走成那樣 小三也不是故意去當小三 對 很多小三也是 有很多也是被騙的 也 或者是被騙 到了那邊 也真的沒有辦法 一個巴掌牌 對 她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保玲獎給我聽的時候 我真的是雞皮疙瘩 然後我就說 我還有想到 另外一面的故事 我也覺得我自己有嚇到 就是 我一直覺得我是受害者 可是我並沒有同情我自己 然後我也有告訴我自己 我要很勇敢 很努力 在上上一段之後 可是我一直吸引到來的是什麼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我一直在感情關係裡面 一直反覆地變成受害者 我都沒有去祝福我自己 我一直散發那個能量是 我現在好開心... 感情是這樣 可是感情本來就是 兩個人在走的嘛 每一天的對話 每一天的事情都會影響 隔一天它會變成什麼劇情 可是我可能在很開心的時候 我會得失心變很重 我會患得患失 我會很害怕 那個角色又要跑到我身上了 所以可能就會這樣子 一直影響下去 那我在保玲的對話裡面 我就學到了 我一定要祝福我自己 我的人生才可以重新 就是不管你遇到什麼人 觀眾可能會聽不懂這中間的邏輯 老師 這個其實簡單解釋就是說 我們內在的一些過往的 一些故事 會就是讓我們所散發出來的磁場 會不斷地吸引我們 重新面對這個生命的課題 沒錯 那只有我自己想清楚了 有智慧了 我調整我的磁場之後 想法 念頭 想法之後 它的磁場改變了 吸引力就不同了 對 是不是這樣 對 謝謝翻譯 好吧 所以那妳現在改變成什麼磁場了 就是從上個月生日 十月底生日過後 我一直在告訴我自己 而且我一天比一天更肯定 因為我十一月 去韓國做連線的時候 我已經把業績 翻過來很多了 真的 我一個連線已經做超過前幾個月 一個月的業績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妳可以嗎 妳在幹什麼 就是妳本來就那麼棒 第一個 我們不是很漂亮的大美女 可是我們至少長得好看 我們心裡善良 我們有肩膀 孩子我一個人顧 有 貸款我一個人付 我從來沒有請人幫我忙 有 那業績不好 我也是在自己已經 跌成這樣摔得這樣滿身傷了 我還是站起來讓自己去 扛這個業績 沒有人會幫妳 所以我做到了以後 我真的在韓國要上飛機前 我一直在想說 我做得到耶 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值得什麼 我值得真的一個 真的可以很疼我的男人 如果真的有這個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照顧得很好 因為我有一對很可愛的兒女 是 對 對 好棒 好棒 祝福妳 謝謝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 舒衡老師 哪些只為命格的人 容易為情所傷 我們沒有說小意 為什麼 為情所傷 其實這個也就是 老天爺重複給你同一張考試卷 就像剛剛讀林哥說的 如果你一直同時在感情裡跌倒 同時你會覺得 老天爺一直在考驗你的感情 直到有一天 你終於脫胎換骨了 你終於從這個考試裡畢業了 那麼這個時候 老天爺才會停止對你的試煉 他覺得OK 過關了 好 那我知道你長大了 所以希望每一個等一下對到的人呢 你們都要學會叫長大 好不好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紫薇斗樹的命功的部分 命功代表就是 我這個命主 我的所思所想 我腦袋裡想什麼 遇到了什麼事情 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做應對 這個是命功會展現出來的態度 所以對於感情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面對感情 你的命功做什麼心 你會用什麼態度來應對它 我們現在看一下 小翼這邊的命功是天童 那這個元祺的話有點是 它沒有主心 所以我們會用天積太陰來論一下 那我們就看一下 他們有沒有中獎 或是觀眾朋友 拿出你的紫薇斗樹命盤 看看你的命功有沒有中到 這個為情所傷的命格 來看第三名的 天童天梁 可以感情 中之空 中了 好 第一個就中了 好 那麼不管你是天童獨坐 或天梁獨坐 或天童天梁同時坐 那麼你都很容易為情所傷 為什麼 第一個天童 你會發現這個字 這個雖然是世界大童 那你就想要的是一個 和平的感受 你會覺得 我不想要傷害別人 所以我幹嘛 傷害我自己 還有一個重點 天童的童 是不是跟兒童的童 童鷹 所以我一直想要的是一段 可以讓我很放鬆 很開心的感情 在這段感情裡面 我希望自己是個孩子 所以你就是這麼的 讓自己變成一個孩子的時候 你同時也會認識 另外一個是孩子的人 對 他既然能夠讓你開心 他也會讓你難過 好 再來天梁坐到的 就是一個照顧 如果你的命功坐到 是天梁的話 你很願意付出 很願意照顧別人 甚至照顧他們一家大小 好 這個就是 感情用事的部分 那為什麼 這個天童天梁 同時感情用事 正因為你的人那麼好 你就很容易被凹 所以吃虧上當 這一件事情 也很容易在你的身上發生 別人缺錢你借錢 別人缺人你給人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全心全意地付出 在這段感情裡面 所以當你發現 對方沒有像你想像 那麼愛他的時候 你的那種跌倒或是那種 被傷害的那種心情 是別人的二十倍三十倍 甚至更多 所以很容易為情所傷 就是因為當你在談的這個戀愛 跟你想像中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好難過 尤其是被背叛 那個真的是太太太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名的 第二名就是做巨門 好 刀子嘴豆腐心 我們要怎麼說 巨門它是一顆很聰明的星星 它也是一顆研究的星 它是博學的星 還有它同時也是也付出 因為它會觀察你 它會覺得你需要什麼 我觀察很久了 我給你什麼 但是巨門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不安全感非常的重 因為它比較幽暗一點 它的不安全感非常的重 於此當下 如果你沒有辦法 給它很好的安全感的時候 它對你的疑心病到這裡 它可能就是二十四小時 問說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還不回來 我煮了你最愛吃的 你為什麼還不出現 不是明明講好六點半嗎 現在六點二十五了 你在哪邊 你可能會給對方很大的負擔 甚至有時候 你就會燉那個中藥雞湯給他 可是你拿給他的時候就會 明明我們是一個心意 拿給他說天氣冷了 喝個雞湯吧 可是你可能拿出去 的時候會說 再不喝 冷死你最好 完了就是兩碼子試了 然後就說我不喝就要冷死 這也是滿討厭 很可怕的一個發言 所以巨門就會敗在這個 刀子嘴 豆腐心上面 明明你是這麼認真的付出 可是對方感受到 都是你的要求 你的苛刻 於是他可能就跟你分道揚鑣 越走越遠 那你就會覺得 我好像真的是 我真的是一片江心 像明月淡和明月照勾曲的感覺 好 再來命工做什麼呢 明珠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會有驚喜呢 我們第一組是三顆對兩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三顆對四顆 第四組是四顆對三顆 第五組是兩顆對四顆 我們要憑第一直覺 來 再來命工做什麼呢 好 再來命工做到太陰 好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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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 會做什麼事 好期待會做什麼事 命工做到太陰的 其實太陰就像月亮一樣 月亮也就是在我們的 紫惠斗術裡面 它就像是一個媽媽 所以你就像媽媽一樣 很付出 很願意照顧人 甚至你的愛是很廣博的 只要對方跟你提出要求 你都會使命必達 你覺得既然你開口了 我就要幫忙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但是會 你是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對方都開口了 那我就這樣子幫她好了 等一下 你是五國藝 是不是 但是呢 某個程度上面 我總會惹死 雖然你可以看到 元琪這麼樣的漂亮 很好 可是其實她的內心缺乏自信 她有的時候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還不夠好 或有的時候覺得 我是不是還可以再怎麼樣更好 或者是 我是不是還不夠漂亮 外面的女生這麼好 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 譬如說我要 一出門就要化的全裝 或者是我要穿得怎麼樣 我才能夠跟得上這些年輕的妹妹 就是這樣子的多愁善感跟多疑 有的時候讓你在感情裡面 你永遠都下不了狠手 就是明明應該要是你提出分手 可是你覺得提出來我是罪人 我好壞喔 我怎麼不要他 他明明這麼 可能他很需要我耶 對不對 好 還有一個 太英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壞習慣 就是我可能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不太好 但是 他可能沒有那麼壞吧 是 我會逃避 對 太英比較容易這樣子逃避 對 他是遇到什麼困難 所以他也不得已 好 所以就是因為 這樣的多愁善感跟優柔寡斷 讓你在感情的世界裡面 真的比較容易受傷 遙遙領先第一名 而且最好玩的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月亮在天上初一 十五不一樣 所以你的想法也常常在變 對 對 所以希望你要拿出 那種比較正面跟積極的想法 不管是對待生活 對待工作 都能上升起來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 來 小憶現在煩惱的事情 不只是自己談戀愛 我們可能觀眾朋友 年輕一點的不知道 小憶其實是新二代 爸媽當年都是大明星 大明星 對 超紅的 就 孔蘭勳 爸爸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爸爸是劉長銘 劉大哥 是帥哥 超紅的 所以小憶才會這麼漂亮 小憶跟媽媽 好像 媽媽也很漂亮 她好像媽媽 她現在就跟媽媽住 所以媽媽現在兩年前 即興聖衰節 現在一週要洗三天 很辛苦 洗聖三天 那怎麼辦 都得 你 就是其實一開始 我前 她其實洗到現在大概快兩年 但是其實第一年的前半年 是沒有請費用的 對 然後我都是自己照顧 因為剛好那一陣子 也比較不忙 所以都我自己帶媽媽 去洗聖什麼什麼的 對 然後後來就是這陣子 有請費用來顧 不然我沒有辦法出去工作 因為畢竟還是要賺錢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現在 結果比較好 但是我媽媽 我看她這樣 我比較心疼的是 你看她以前出門 都是要漂漂亮亮的 對 妳媽要抽 對 然後這陣子前陣子又摔了一跤 然後開了刀 然後現在就是幾乎都坐輪椅 不太願意出門 她對自己有點自卑 就是她覺得她以前很漂亮 這樣子 然後歌聲又好 然後現在就是滿頭白髮 也不太想染了這樣子 還是很漂亮 她的氣質 我覺得是還是在的 但是也快八十了 對 其實還是很能唱對不對 她其實 我說真的 因為我從小聽她的歌到 她其實聲音 確實是有變比較差了 因為沒有每天在訓練她 她其實是會退化的 對 但她還是有講 等我比較好 精神好一點 我還想再出來唱給大家聽 是 對 所以我也希望她可以 就是在精神上面 藍勳姐加油 加油 出來唱歌 真的 鼓勵其他的朋友 真的 好 來 我們接下來要 靈珠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會有驚喜呢 最怕抽這種 你憑第一直覺 憑第一直覺 是看顏色還是看數 不管你就第一直覺 看緣分 一 二 三 四 五 來 看你要選珠子或選顏色 選好的 我們第一組是三顆對兩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三顆對四顆 第四組是四顆對三顆 第五組是兩顆對四顆 我們要憑第一直覺 來 緣綺 我選三號 三 我選二號 二 我選一號 一 我選三號 三 好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預備 三號 啊 五號沒人選 我們來看四號雅蘭姐 挑的跟觀眾朋友挑 這是在哪一方面 是會有人 人脈 這個是人脈 我們在這個季節時 最需要的人脈 而且挑到這個人脈的話 這是新的人 新的人 新的人脈 不是以往的 所以你們都不用再跟我講話了 我還認識新人 我們碰什麼叫驚喜 驚喜就是突然出來的 所以我們有這種 能捕到這個掛的人 一定要到一個 就是你從來沒有去過的環境 比如說我以往可能都是在家裡 工作 就兩點一線 那你可能要去一些 其他的地方 去參加一些社團 或參加一些活動 你才會有一些新的人脈進來 這才叫驚喜 楊姐去柬埔寨啊 對啊 死了 我去柬埔寨 現在也很多 有的是剛好海歸回來的 這個也可以穿穿人脈的 這個也是很好的 來 我們來看元祺 元祺你還是沒跳脫你的 真的嗎 感覺很棒 來 我們來看 這個是在感情方面會有驚喜 恭喜你 所以你要跳脫 你要跳脫剛剛的那個魔咒 你們是選到感情 不是 我沒有說我不要 還是可以有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要開始想好的 就是要派選上我的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會跳脫到 有吃腳皮的朋友出席 我們要有新的感情 有驚喜 你必須先把 因為我們腦袋是有記憶體 對 你要先把那一段不愉快的 記憶體給洗掉 洗掉之後有新的 你才會去接觸到 而且才好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向元祺這樣子 要把你那個舊的那些 失為舊的不好的感情 記憶體洗掉 沒錯 你自然就會接觸到 新的桃花 新的人脈 我們恭喜你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 那個記憶體洗掉 好 去到新的環境 你就會有新的感情進來 好的 謝謝老師 來 我們再來看第一組好了 第一組這個我們看看 是在哪一方面會有驚喜 這個是在業績方面 我們年底的最喜歡 就是業績了 這個業績最... 這個業績好 業績好的話就是 業績好的話就是 代表說你 再來接的單 或者你的訂單 都會比較大的量 因為驚喜都是屬於 突發的 所以我們很多人就是 你在補到這個掛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去開拓 你的業績 或開拓你的新的方向 你才會有這些 另外的訂單進來 所以這個我們恭喜你 這個好 這個好 我們看看最明亮的五號 老師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今天有零分了嗎 沒有 有一百分了嗎 有 慘了 你的臭油 那我最後看 很緊張耶 你是要先看 你的臭油嗎 好 我們把小意放在最後 好 我們開最明亮的五號 看看 觀眾朋友挑到這個 最明亮的五號 是在哪一方面會有驚喜 這個我們告訴 這個是在工作方面 你知道在年底的很多人 現在很多人缺工 很多人缺這些人 這些新的這些工作機會 對 這個是代表說 你會有新的工作機會 也容易有人來挖腳了 或者是你一直找不到 工作的人 在這個時候趕快 積極地去找 就會找到你的工作 或者是有人來挖腳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看 這些新的機會點 就不要在原地裡面繞 要出去找工作 就會找到好的工作 不要在家裡憂傷 主動一點 對 這代表說 你已經開始有這個 工作的姻緣出來了 所以要好好的趕快去上網找 我們來看看臭油 好啦 謝謝 再上網 觀眾 我們今天 一個節目就在這裡結束 夾夠紙的啦 要謝謝大家的收看 這搞不好是靈魂耶 因為是黑色的 對啊 搞不好黑色就對不對 最強的 她能力 家能力出去 家能力出去 好沒禮貌 家能力出去 她是非常好的驚喜財運 耶 好奇耶 好可怕 我錯了啦 我錯了啦 我看到小憶的那個 明年的運也是好 太棒... 就各方面明年 還要洗心進來 財運也有 洗心也有 名氣也有 然後你又捕到這個掛 觀眾朋友都會跟他 一樣捕到這個的話 代表財運非常的好 一定要加把勁 這個財運就會非常好 會弄到明年去 好棒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 加油 感謝你的收穫 拜拜